首先做生意不難的 是不難的 難在就是你打算走捷徑 你打算什麼都不做就會發達成功賺到錢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一絲不久的執著 各位朋友 現在我在台北這裡 這間是賣種的 它不是賣種那麼簡單 它還是告訴你種種是怎樣做 是怎樣擺得好一點 整個商店很乾淨 很有設計 很有文化 這個就是做生意 為什麼這麼多人做不到生意 就是他們一點執著都沒有 隨便做人 我覺得有幾個大老闆在這裡 你們沒有用心 你看 出版社巨子 馬來西亞 我也不知道這裡有多少生意的個案 榴槤 現在最厲害的榴槤 我用心做世界第一的榴槤 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些生意朋友這麼賺到錢 但是你為什麼身邊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否 或者你打工打一輩子都做不到 做了生意 嘗試多少創業都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一個 一絲不苟的想法 不要想賺快錢 不要想要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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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為什麼成功 是有原因的 成功是可以複製的 而其中一個複製的想法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絲不苟 你要對自己的要求高 如果要求不高 隨便在街上 你在亞洲很多地區 在街邊賣種就算了 為什麼做得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它買你的產品的時候 不只是買你的食物 買你後面的 你的肉的心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是否KC不停在這裡提 我要說些什麼 你會看到嗎 我會說這個 你會看到整條街 就是… 為什麼… 有些商店是… 為什麼好像我不進去看 但是為什麼… 剛才說阿遠遠 進去看…我看什麼 她說賣種 然後這些又在這裡搞陣 在這裡拍攝甚麼 開飯… 你叫開飯 你看 你不要叫賣種 你叫開飯 你又不想開飯 一絲不苟 吃一隻種而已 所以不是你賣些甚麼的 是你怎麼賣 有多用心 各位 為什麼我這麼欲謹 我要跟大家分享 這麼多做生意的原則呢 其實做生意不難的 首先是不難的 難在就是你打算走捷徑 你打算什麼都不做 就會發達到成功 賺到錢 這件事是不存在 各位做生意的朋友 就算你打一份工 或者做人 不要說生意做人 我經常都會說 你生意成不成功 八成是心態 還有就是你懂做人 你懂怎樣做生意 你對自己有沒有要求 生意只是反應你自己的 你對自己有要求 你生意做得好 你對自己的要求是低的 你看到你 你的生意做得不好 我們的銷售和收入一定會低 為何有人不成功 但只有這麼少人成功的所在 所以你要有一個一絲不久的執著